今天我要教大家 怎麼去盲解一個3x3的模式方塊 在學盲解之前 你必須要去 將方塊做定位 如果對方塊結構很熟悉的人應該知道說 中心是不會去改變位置的 所以我們就要拿中心來做定位 盲解分成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翻腳 再來是翻邊 再來換腳 最後一個是換邊的動作 會將每個腳塊與邊塊都做一個編號 然後再去做交換的動作 解法來說跟 跟一般的速解或者是LBL解法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要把眼睛蒙起來 所以我們要必須記20組數字 以及它一些相對位置 所以我等一下會來教大家 怎麼去做盲解 好然後我先告訴大家 我的定位的習慣 我通常習慣以白色朝上 藍色朝前來做定位 來做定位 拿的時候要注意 所以我如果要翻到後面 我就是這樣拿 一定是翻兩圈的 這樣比較好做定位 比較好做定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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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